好 對不起 就放一下 不然放粉絲團好了 可能好一點 對 Either one could be good 好 Hi 我是Yvette 然後就是 既然相聚就是有緣 歡迎叫我facebook 他說 請我喝一杯 欸 不是說好不要講了嗎 好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被月亮片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我在行前並不知道 我到底要來做什麼 我只知道這好像是一個分享會 然後就是來聊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曾經做過的事情這樣 所以呢我就給大家一個簡短的介紹 然後 我比較喜歡互動式的聊天 所以我通常不太準備投影片 在我不知道我的觀眾 exactly想要聽什麼之前 其實我不太想要設定一個主題這樣 不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封閉性社團 這個是參加戀愛巴士人才可以看 你為什麼知道 你為什麼知道 哦 好 就是 就是 一樣啊 他就叫外小姐旅行團 好 那 我簡單 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中文名叫林婉靜 然後我畢業於台大財經系 然後大家可以從我的外表猜猜看我大概幾歲這樣 然後 我不會輕易講出來 蛤 尤其是現在有錄影機的時候你知道 這種要留檔存在的都會太危險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 那 我在大學的時候參加過一個社團叫 iSEC 然後做了很多很多很瘋狂的事情 然後在 iSEC這個社團也幫助我成長很多 那畢業之後就到元大證券去做underwriting underwriting underwriting的意思是 我把公司從未上市的狀態 送到上市的狀態這樣 然後我曾經參與過最酷的案件 然後大家都知道了 大概就是85度C這樣 就是85度C 就是當年那個上市案是我們那個team做的 好 那我只是一個小卡啦 不用太驚訝 就是進去有學姐帶著做 然後在元大一年半之後就跳到現在這家公司 就是剛剛大家有在講的那位 就是討人業的人兄 那個Mr. Jamie 他是我現在的老闆這樣 那兩年前加入 那個時候funk還沒有募成 沒有 我大概算第二號或第三號員工 然後 然後 基本上我們那個時候手上有的資源非常少 然後經歷非常艱困的一年多 好不容易就是從一家正在創業的創投 變成一家有自己的基金的創投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比較穩固 到現在我們手上已經投資了二十個案子 然後有一支 尺寸沒有很大的基金 然後我有一個兩個人的team 就是就是鬼我管 然後我們一起做投資案這樣 那 所以這個大概是你們在那個焦點的介紹上面看到的 關於我的東西 就是大概這三段 對我來說人生比較重要大概是這三段這樣 所以我想問大家就是 如果當初你們有稍微看到我的那個介紹的話 是為了什麼而感到興趣或是想要來 就是 就是 剛剛有講創投是哪一個 剛剛 剛剛跟你講 對對對 那你感興趣的是哪一段 那是坐上火箭的旅程 喔坐上火箭的旅程 好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跟月亮在Facebook上 就我一邊開會一邊回他 所以那時候有點心不在眼 然後 好啦 沒有開玩笑 就是那個 請不要一直用食物的照片 以後大家不專心了 這不是重點好嗎 好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上禮拜剛從紐西蘭回來 覺得那是個好地方這樣 嗯 坐上火箭的旅程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我的人生 從大學以後到目前為止的這好幾年間 不告訴你自己 好幾年間 是一段坐上火箭的旅程 為什麼說坐上火箭呢 因為我 因為出於某種選擇跟強迫症 我一直都選擇比較辛苦的路 就是我知道這條路會很辛苦 然後我知道這條路很辛苦 會帶來很多的眼淚跟傷口 但是如果我可以從這些挫折跟挑戰中 站起來的話 那我就會成長得比任何人都快 所以 我其實就是 不管是我的行為舉止 然後我在專業上的表現 跟 跟 我有很多忘年之交朋友 會許是四五十歲的人 那 他們都覺得我不像我的年紀 然後 我會把它歸功於說 因為我過去的每一個選擇都是 選最辛苦的 然後挑戰 挑戰難度最高的那一段 所以我會說我的這幾年的人生是 搭上火箭的旅程 然後 非常非常的刺激 非常非常有挑戰性 那就看你想聽的是哪一段 這樣 對 ISEN那一段也是 然後 原大那一段也是 然後 Apple這段更是 對 就是 Apple這段比較像是跟著老闆創業 所以 非常非常辛苦 對 就是那個時候公司真的什麼都沒有 然後 好不容易撐過那一段之後 才有現在看起來比較完整的組織 但是 我覺得很麻煩的是說 在過了那幾年之後 你就會忘記你當初到底有 到底做什麼事情可以現在站在這裡 或者是 你知道擁有一些抬頭跟小小的名氣 你會忘記 所以你會忘記說 我只記得很辛苦 但是我 exactly 忘記我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我需要大家跟我聊天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個性的優良的地方 就是我會忘記那些很痛苦的事 那你工作第一次哭的時候 工作第一次哭啊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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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要錄影嗎 我覺得 我 我不會講哭的時候崩潰 就是 我不是建議每個人都這樣做 但是我發現我這個人就是 我 我看起來很堅強 然後看起來很堅強 而且事實上我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我都知道說 好 我的巔峰大概到這裡 我可以做到這裡這樣 然後 然後我發現在AirPods的工作期間 非常有挑戰的事情是說 在創業的時候你是 很多事情 連老闆都不知道你該怎麼做到 但他就跟你說 我要這個 然後他也不會 他也沒有做過 那我要這個 或者是說 你今天已經是 已經一口氣在照顧非常多事情了 可是這邊在失火 然後你的手也要轉過去 我們拿一個比喻就是 一般人家會說什麼 七個鍋子五個蓋 所以你就是要一直這樣換來換去對不對 可是我們公司長期處於 十個鍋子一個蓋 然後那個蓋就是我的狀態 我就這樣一直蓋 然後創業的過程中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對的 所以你會有很多很多 跟你的老闆有衝突的時候 跟你的夥伴有衝突的時候 那時候長期處於就是說 超時工作 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然後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們到底會不會好起來 就是整個狀況會不會好起來 然後你承受各種壓力 然後你一個人被當五到十個人來用 就是長期在那種壓力的狀態下 當你的老闆是一個非常非常嚴格的人 很harsh的人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崩潰 因為你那時候所有的力氣 所有的精神 都已經拿來應付這些工作了 但是還是不夠 永遠不夠 我這個公司永遠需要你做得更多 所以 我崩潰是因為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 一個人需要perform太多事情 然後常常超乎我已經可以capable off的狀態 比如說我一個人 可是我要做五個人做的事情 而且我會被要求說 這五個人做的事情 你可能要做到100分 或是做到90分 但是或許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崩潰過很多次 這段不要播好不好 我們可以 我可以要求我錄影 對不對 就是在場only 不要播 不要播 對我們那個真情流露的部分 就不要播這樣 對 所以我崩潰過很多次 但是我發現 就跟喝酒非常像 當你喝掛過一次之後 你會發現你下一次 你的酒量變得更好 which is true 所以 你挑戰你自己的極限一樣 不管是能力的極限 耐心的極限 意志力的極限 包容力的極限 當你突破那個點 然後徹底崩潰的時候 當你可以recover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個高度 所以我覺得我完全不像我的年紀 小妹今年25歲 就是我畢業才三年 是的學長 我像你三歲 對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說踏上火箭 因為我走過時光隧道 所以走出來看起來 不像是一個25歲的人 對 那歸功於我的老闆 然後我在大學的時候 在SA做了種種的事情 所以我長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長得比較快一點 然後我也承認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 去跟人家應酬的時候 叫對方 我要投資的公司CEO 大概要介於36到45歲之間 我就這樣要拆我的年齡 然後拆錯三次喝三倍這樣 我每次都讓他們喝三倍 對 然後這是題外話 對 所以就是 回到那個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少少的時間 所以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想問 我想要把整個時間 都當做QA啊互動啊 不管你們想要了解 是我的職業啊 好 你那時候的信念是什麼 我那麼相信所有老闆 我覺得我相信的不只是我老闆 是我相信 我先講 我覺得我不是那種 我看起來很 剛剛有人說 我看起來很business 然後true我非常business 我是很務實的人 那我相信的是什麼呢 我相信的是 他提出來的那個東西 是台灣需要的 台灣需要創新的能量 當我在台中工作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的公司 他漸漸的給不起 年輕人好的薪水 然後他沒有辦法走出國外 所以他只好在國內做小假競爭 那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因為你可以 在那樣的環境中 預知到 未來二三十年 這個國家會有多悲慘 所以你往前去看 那為什麼我們大概在十到二十年前 會有那一番榮景 是因為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有一些人都有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不從現在 就開始做對的事情 那我們二十年後 我們就會變成菲律賓 就是一度 菲律賓曾經一度比我們還要有錢 可是我們正逐漸在菲律賓化 現在看到那個新聞 現在台勞有出現 這個事件有出現的新聞 所以你實在真的幫自己看 是 所以就是 那個現象 我那時候在台中工作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了 所以我覺得 不管我會在這個地方待多久 因為我不打算 對任何人 坎靡我的一輩子 先這樣講 不管我會在這個地方待多久 我知道 只要我還在這裡的一天 我就要想辦法 把這件事情發生 不管是幫助更多好的團隊成功 幫助他們募到資金 那 未來就會 台灣就會有更多更多的一個一個的希望 或許是 我看到很多很強的很厲害的CEO 他們在過了他們的第一關之後 也就是拿到最難拿了第一筆資金 在那裡 提供到最好的第一個食人團隊之後 他們的發展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最難最難就是前面那一關 就是那一關 如果你能夠幫助他走得過去 那就是功德一間 那 那 以後台灣可能又會有一批非常成功的公司 他可以養活非常多的家庭 然後也會當初做對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信念來自那裡 我知道我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而且這是這個國家需要的事 所以既然這個國家的稅金把我養大了 然後 因為我一路都是念公立學校 所以我覺得我是被國家養大 那 至少我應該要貢獻一些什麼事情 來回饋這個地方 沒時間喔 再五分鐘 好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那時候撐下去不是為了老闆 不是為了我自己 是為了 我看到那些非常努力 想要創造一些什麼事情的人 對 好 大驚 所以學長 你現在知道我幾歲了 沒有 沒有 我現在已經辦了活動 我們這樣子 知道 好 請坐 請問 你們老闆來的焦點分享嗎 可以啊 但他 schedule很滿 你可能要提前三個月 那 你就衝去跟他遞名片 對 對啊 對啊 就 就是那個 去 你說心路歷程的分享 可是其實 不一定要在 如果是這樣我必須說 那不一定要在焦點 因為他在每次在 他的演講風格跟我其實很像 不會 不會不會不會 你QA時間 你問他什麼他都會回答的 他是一個口無遮攔的人 拜託不要播出來好不好 就是 怎麼講就是 我覺得啦 就有一型的演講者是這樣 就是 我覺得我也屬於那個型 就是 我比較在意是說 好今天我們有緣 今天大家齊聚一堂 那你們想要知道什麼 他其實也屬於這型 比如說我有幾次陪他去某些地方演講 他就是 他除非他有特定要講的主題 比如說網路的趨勢啊 然後 那個 未來三到五年的 網路的業態會講怎麼樣 除非 除非有這樣的 如果講的是學識歷程 講的是career的話 那我跟他的做法 我們都是 就是拿起麥克風 開始問台下的問題 然後從台下的人的問題裡面 去分享他的經驗 所以 我倒覺得不 不必是吃在焦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你不管在任何一場演講 你只要QA的時候 你敢問他問題 他就敢回答你 就是他 他真的是 沒有在怕的 所以 對 如果你真的很想聽到他的真心話 只要做這件事就可以了 對 好 那 請說 我還蠻好奇 就是你們現在 你們這些工作 進行到哪一個部分 因為你們應該是 有一個藍圖 說你們要做到 一個東西 但你們覺得 你們說哪一個 接下來應該要做 是 是沒有那麼偉大到說 就是有一個藍圖 就是 想要做到 一個標誌 應該是這樣講 AirPods這家公司的目的 目前為止只有一個 就是 讓台灣出現一個非常成功的網路產業 網路產業 網路產業就不可能是一家公司 它必須可能是一百家公司 兩百家公司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個成功的網路產業的話 那就要一百家到兩百家網路上市公司 因為它的經濟規模必須要很大 就是網路上市公司在 在我們的 我們的國家裡面 所以 我會說現在還在很早期 現在還在網路時代的day one 如果大家以後有小孩 或是你有閒暇時間 一定要去學寫層次 這個以後比英文還要重要 好不好 就是 就是現在只是day one而已 然後我們企圖的讓 某一些有志於此的人 如果他們找不到他們的商業模式 他們知道怎麼survive的話 他們就可以得到他們第一筆的資金 那這個還很早期 我有一些投資的公司 看得出來它三五年內有機會上市 但是那個只是第一批 我們需要很大的量 現在大概已經有 就是有主導要讓它上市了嗎 還沒 他們有成功募集後面的資金的 但是 上市的還沒有 對 請問一下一定要上市嗎 上市是一個指標 那如果你們副導團隊有 平常有人 就是他想說不上市的話 他不上市也可以啊 因為 我剛剛講的那個只是一個 一個virtual goal 就是說 當我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是成功的 因為其實 台灣有很多產業例如像 西北施業 對 全世界FPS 算是出一出二大 對 FPS標準是他平 但他沒有上市 他這樣做得很差 我倒覺得那個形式 不是真的那個樣的 或者是說 你今天創造一間公司 他的市值有50億 他就算不上市我也沒有關係 對啊 所以那個意思是說 要創造100家到200家 夠大的公司 他會養活很多的人 他會成為產業鏈裡面 最重要的一份子 對 但是上市是一個指標 上市是一個 對 我想要看那個指標 是更大的 你覺得大概是更大的 是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 不是我覺得OK 而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因為 因為貿易業跟科技業 他不再像以前那麼興盛 而失去很多工作機會 那有沒有新的產業 能夠創造足夠多工作機會 把它補回來 因為那些工作機會 是真的消失的 好 時間到了是不是 好 謝謝大家 然後那個 今天時間有限非常可惜這樣 然後就是因為小妹就是 就是明天有整天會 所以等一下就要跑 但是非常歡迎大家加我Facebook 好不好 然後那個 你們去搜尋那個 Y小姐或是Y小姐的旅行團 你都可以找到我這樣 我平常是一個很喜歡說胡話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很想要就是 你不想要是 都可以找到你